新一轮巴异冲突爆发之后没多久 一个可怕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耳边 一边是言辞指责 另外一边是极力否认 那为什么白铃蛋一个听上去 平平无奇的名字会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应呢 白铃蛋顾名思义 就是以白铃作为燃烧剂的弹药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白铃 可能也很好奇白铃到底长什么样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这是一个试验 大家看到这个在水里头的白色块状物就是白铃 当我们把它从水里头加出来 会有什么变化呢 大家仔细看 白铃开始冒烟了 白铃是一种很容易自燃的物质 着火点只有40摄氏度 也正是因为有这个特点 早在19世纪的时候 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就把白铃当成放火工具来使用 到了20世纪 白铃的武器属性是进一步的加强 尤其是用来在战场上制造烟幕或者是照明 而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 尤其是到了二战的后期 人们更是见识到了它强大的杀伤力 比如说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解放色宝的战役当中 美军光是第87迫击炮营这一个营 就发射了1万多枚的白铃弹 对德军在生理和心理上造成了巨大创伤 也动摇了他们的战斗意志 又比如1945年3月 盟军在东京大轰炸期间 也是大量的使用了白铃弹 引发了大规模火灾 导致数万人丧生 要理解白铃弹为什么残忍 首先就要理解白铃弹的杀伤方式 而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请教了军事专家陈浩阳 这种炸弹或者是手楼弹炮弹爆炸之后 那么弹体内的白铃会在空气中 燃烧 燃烧时会产生超过800度的高温 从而导致致命的热烧伤或化学烧伤 对人体伤害可以说会深入骨髓 由于这白铃弹它不属于精确制导武器 因此一旦白铃弹在人口密集的地带使用的话 一定会造成大面积的燃烧 不仅大量的民用建筑物会燃烧 而且会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 专家还告诉我们啊 除了烧伤之外 白铃对人体有剧毒 白铃弹在燃烧的时候会产生无氧化二铃 吸入之后呢会腐蚀呼吸道 可能会导致窒息或者是永久性的呼吸系统的损伤 白铃渗入人体之后会引发严重的急性溶血性贫血 甚至是急性肾功能衰竭 同样也会导致死亡 从长远来看 白铃弹还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正是因为白铃弹有着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特性 所以国际社会对它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 我现在手里头拿的这份呢 是日内瓦公约的第一附加议定书 是在1977年的6月8号通过的 在这份议定书里头的第51条 就对平民居民的保护做出了详细规定 其中的第四款和第五款 就是专门针对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而定立的 里头写道 禁止使用不能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的作战方法或手段 此外还禁止使用任何将平民 或者是民用物体集中的城镇乡村或其他地区内 许多分散而独立的军事目标 视为单一的军事目标的方法或手段 进行轰击的攻击 再来看我手上拿的这份文件 这是1980年的时候联合国通过的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 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 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其中的第三号议定书就规定 禁止在任何情况下 以空气燃烧武器攻击位于平民集聚地区的任何军事目标 翻译下也就是说即便是军事目标 只要它位于平民集聚地区内 就禁止使用像白铃弹这样的空头武器来攻击 准确来说在国际法中 白铃弹它是被限制使用 而不是被完全禁止的 所以你可以理解在战场上 或者在纯交战区 白铃弹的使用并不能够被视为完全的违禁 这一次外界指控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也使用了白铃弹 以军事坚决否认 因为加沙地带人口特别密集 有超过200万以上的平民在这居住 一旦在这样的地带使用白铃弹 就是对国际法的违反 除了白铃弹之外 还有一些武器 因为它的残酷性和破坏性 遭到了国际社会的限制或禁用 我们也梳理了一下 主要有这么三类 第一类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比如核武器 化学武器 生物武器等等 这些武器无法对特定军事目标进行针对性的打击 而且无法控制其造成的后果 第二类是过度不人道 会造成滥杀滥伤的武器 比如之前美军宣布 要向乌克兰方面来提供的极数弹 就属于这一类 因此也在国际社会引发极大的争议 极数弹的弹体当中装了数个至数百个子炸弹 在空中分解之后 它散落开来会造成区域性的杀伤 有些没有被引爆的小炸弹就成了哑弹 会对散落的附近的居民形成长期的威胁 而第三类就是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广泛长期严重损害的武器 比如越战时候美军使用的成绩 就导致越南百分之二十的丛林和大约三成的红树林被摧毁 在查阅了历史资料之后 我们发现过去的几十年间 在多场局部战争当中 许多受到国际法约束的武器依然是频频出现 给许多无故的生命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痕 这个世界并不太平 利益冲突也时有发生 但穷兵独武终究不是长久和平之计 维护和平合作发展 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